好 韋航 今天出來兩份民調 一個是政國會的這一個民調 另外一份是ETtoday的民調 在總統大選的民調當中 賴清德能然相對領先 但是呢 侯友宜跟柯文哲 一個民調打平 一個民調差距只有三個百分點 好的 我們先來看 ETtoday的這一份民調 ETtoday的這一份民調 大家層次分明 賴領先 侯債領先 柯 雙方的差距還蠻明顯的 不過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一份民調 我們認為他是 Pro 侯友宜的 就是比較輕 侯友宜的民調 但為什麼還是第二名呢 這個好像有點不太夠輕 但人家已經努力過了 等一下我們來看 他的體組是怎麼構成的 好 純就這樣的比例支持度 實際上這個順序的格局 是非常鮮明的 就至少都差3%以上 所以原則上 短期之內要有變動不容易 當然你可以墮落要提升很難 好 那我們來看 長期來看 同一家媒體所做的民調 可以看到侯友宜從今年初之後 他就落到了第二名 再也沒辦法翻回第一名 而且跟賴清德的差距 始終維持在一個 對民進黨來說是安全距離 但對侯友宜來說 可能是非常辛苦的差距 而柯文哲緩步上升中 比起今年三月的時候 柯文哲已經上升到23.1% 有競爭力了 他足足已經爬起來6%7%左右 對侯友宜來說呢 他從35.4%跌到27.6%之後 就一蹶不振 一直維持在這樣格局 該怎麼辦 有什麼要素可以把侯友宜拉起來 好 第一個國民黨人的傳統優勢 就是能夠維持台海和平嗎 好 通常來說國民黨人直接一般來說是 可以搖搖甩開啦 搖搖甩開這個候選人 但是呢 這個侯友宜啊 在這個部分裡面 只領先賴清德4% 只領先賴清德4% 這個好像是 有一點不太好 有一點不太好 那再下來 總統大選結果會不會影響兩岸關係 走向和平或戰爭呢 好 這裡有提到了 這個非常認同還算認同 加起來六成啊 所以總統大選跟兩岸的連結 還是絕大多數人覺得 今年投票的一個主要的關鍵 可是放在這個 剛剛這個維持台海和平 奇怪 侯友宜怎麼會甩不開 怎麼會這個樣子 好 那已經問了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問問題的時候 會有提主的前後的差異啦 如果把這些問題擺到前面 比如說侯友宜是不是比較能夠 這個搞定兩岸啊 先問了 然後呢 侯友宜是不是比較能夠處理治安啊 然後大多數人都說 對對對 警長嘛 探子嘛 探子嘛 應該沒問題吧 侯友宜的確在治安方面 有很大優勢 40.9%要注意 比賴清德原本的這個民調 賴清德還跌了將近10%多 所以連賴清德的支持者都認為說 欸 賴清德可能比較搞不定治安 好 那再來治安的延伸一個是詐騙 詐騙也是民進黨最近被轟爆了 的一個主題啦 IMP詐騙還不斷被牽連到民進黨身上 好 賴清德在這邊一樣只有21% 但侯友宜呢 欸 好像也沒有強到哪裡去 他還是26.8% 比起他自己的支持度還是低的 奇怪 怎麼會沒有加到分呢 好 再來就來看市政評價 市政評價的部分 侯友宜在這個還算肯定 非常肯定啦 加總起來他是領先賴清德的 但可以注意賴清德的非常滿意 是非常的高 相對於一般的這種滿意度來講 他的滿意度明顯高出一截 所以依照這一份民調所顯示的 侯友宜的確他在治安 在兩岸在一些詐騙啊 甚至市政表面上 他其實有優勢 可是這個優勢 現在仍然做不大 做不強 沒有辦法成為他真正的賣點 使得他遲遲無法超越 賴清德的這個支持度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政國會啊 政國家出信會啦 政國會他們所推出的民調 這一份民調裡面顯示呢 猴柯打平啦 好 這個其實是國民黨人 這個之前一直擔心 一直強調 大家人人也都在提 直到現在啊 當然這個人家都說 這親綠民調啦 我們不信啊 國民黨的做了自己的民調啦 我們還是要看自己的內參民調 但是不要忘了 在打敗郭台平的那一份內參民調 侯友宜跟柯文哲也差不多啊 都是25%上下而已啊 所以呢 實質上這後面這兩個人的格局已經很接近了 但依我在這一個假期所聽到的一些消息啦 就是國民黨內似乎察覺到一份 可能不只一份 一些不太有利的數據 使得非常多地方投人長輩都很憂心 出來就是說要趕快進行個整合 不要讓郭柯有機會 因為局勢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會有轉變 好那重點就是這一份裡面所呈現的 的確就是這一種擔心啦 如果郭台銘寶去跟柯文哲合了 郭柯沛的話 郭柯沛有27% 侯友宜馬上變到21% 郭文明黨始終的支持者萎縮掉了 他就只有21%的這個敵力 也就是說當然侯友宜在難可能還是可以卡死20% 可是你就不會贏嘛 到最後面如果發生氣寶的狀況 這一邊不斷的去宣傳就是說 啊這個什麼菲律大聯盟啊 菲律同盟明明是你朱宜倫講的 現在我民調比較高 你要怎麼辦 所有人都來逼供了 立委都來逼供了 因為立委可能是柯文哲沒提啊 地方柯文哲沒提 那我為什麼不去郭台銘的場子 去蹭一些票呢 這很現實嘛 柯文哲實力上是沒有辦法全台灣 每一個區域立委選區全部都提名的 但是他可以到處辦造市場 那你要不要去 國民黨人現在最怕就是這種心靈的拷問啊 好那當然在政國會的這個民調裡面啊 他還有再去戳這個侯友宜幾下啊 包括就是有過半數的民眾不支持侯友宜落袍選總統 還有呢就是如果侯友宜知道侯友宜要選總統 去年底就不會投侯的也高達五成 好 這個 韓國瑜時期也有炒過的 如果繞跑的話 要不要退錢 把選舉補助款三千五百萬 要注意啊他選到一百多萬票啊 一票算是也是非常多的錢 好那同樣的呢 侯友宜應該辭職的 應該辭職的說法喔這個 其實啊這個一直都有人在戳啦 不過這一點是國民黨也不太去 不太敢去玩的一個 就國民黨內就算對侯友意見 應該也不太敢去戳 但民進黨一直在戳這個 侯友宜要辭職啦 新北市議員還在持續打這一個 好一樣有過半數 那這邊所顯示的另外一個組合就是 賴清河對上侯郭沛 領先的就已經是有點危險的差距了 可能沒有具體的這個 這個真正所謂的優勢存在 所以接下來很明顯的 從明天開始後後天啊 很可能會有一系列的金門的活動 那麼就是要看 等等金門是陳玉珍的地盤 而且金門現在也化變成郭台銘的地盤 郭台銘炒熱金門這一個和平宣戀 金門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大的 全國性的版面了 對而且賴科好像也都要同時跑去 那柯也要去金門喔 對啊大家要蹭就一起來蹭 好不要忘了上個禮拜我們還在講說 去高雄 高雄誰要見誰 誰會見誰啊最後是一場空這樣子 好金門會不會一場空 金門如果 欸並沒有 因為侯友宜不去嘛 又沒有侯郭的這個場合 那柯文的時候有一個機會 突然去蹭郭台銘蹭到了 以某種形式蹭起來 比如他回應了 郭台銘一定給柯文哲蹭啊 對啊就是重點是 而且蹭一蹭雙方的政治行情都會水漲船高啊 就是郭也會高一點 柯也會高一點啊 所以我如果是郭台銘我一定給柯蹭啊 對但重點是蹭罰嘛 包括我這個金門和平宣言 柯文哲要不要接手 柯文哲說講得太好了 我全部要包辦下來 以後兩岸談判就在這裡 所以接下來就是國民黨很痛苦的一部分 因為這一個金門之戰 欸你是派陳玉珍喔 這個最不放心的人在那邊 好陳玉珍他不能代表黨中央 他只代表他自己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如果現場柯文哲和郭台銘 蹦出了什麼樣的火花 如果這一場會真的會成功 蹦出什麼火花 讓外界有炒作的空間 猴瑜的民調會不會往下繼續掉 因為柯文哲不用說 我現在就在這邊跟柯 欸郭柯炒作第一個受害受傷的 一定是猴友宜啊 猴友宜我看到他這個週末去高雄場 又被一大堆網友洗版 然後洗版的主內容又是 猴真的是草包 或者猴最好還是當警政署長好了 這真的不是在選總統 對猴友宜他現在的問題 當然啦 猴友宜他有去屏東見了週點論 人家出來也是請女兒好好的招待 但也傳達了憂心嘛 就是郭柯會合嘛 可是猴友宜啊就會後傳出來 就是傳出來的消息很多 一邊傳出來的消息也是 週點論已經歸隊了啦 應該不會再跑到另外一邊去了 好可是同時也有消息傳出來說 猴友宜的態度是 他以後一樣不會經常跑南部 他還是只會去見頭人 也就是說我見了這個頭人 你要幫我穩固好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戰場不是中南部 不是台南高雄 也不是屏東 現在的戰場 全新這一週的戰場是在金門 猴友宜在金門這一局期 他能夠站在制高點上嗎 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不會就此被甩開 甚至長期居於第三名